爸 我本来想瞒着你的 其实 洛书他休学了 现在在外面创业呢 好好地学不上 修什么学 创什么业啊 这事你走着的 为什么不走高好啊 不行 爸 爸 他是休学不是退学 他想回去 随时能回去上学的 那也不行 学一定得上 怎么着拿个本科毕业证呢 忘了以为咱们家 耽误他的前途 爸 爸 爸 你先坐 没有耽误他前途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 还有 我都打听过了 他创建了一个心意科技 好多大老板 想要给他投钱呢 现在还不需要他挣钱 爸 您就别硬撑着了 我想找到好工作 陆书正在创业 都是想让咱们这个家 过得好一点 你们也可以想想轻浮 这是他的选择 长大了 翅膀都硬了 一个比一个有主意 你不想让他